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咱们今天来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洋葱炒肉的做法 首先把洋葱去皮一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放入到清水中稍微浸泡2-3分钟 这样在切洋葱的过程中就不会纳眼睛 接下来再准备一块连肥带瘦的猪肉 先把肥瘦分开 把肥肉的部分先切成薄片装入碗中备用 把瘦肉的部分也切成均匀的薄片 先单独装入碗中进行调味 先在切好的瘦肉片中加入适量的料酒去腥 加入少许的盐增加底味 加入少许的老抽略微上色 再加入少许的五香粉 再加入一勺的淀粉 然后把肉片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在腌制肉片的过程中尽量多给它抓拌一下 能够让它充分的入味抓至到粘稠的状态 这个时候在里面淋入一小勺的食用油 这样可以锁住肉片的水分做出来以后比较嫩滑 把它略微抓匀后先放一旁备用 洋葱经过泡制以后再切的时候就不会感觉到吸纳 泡好的洋葱先从中间移分为二 然后再把它切成均匀的大块 切好后先用刀把它拍至松散 尽量把每一块都给它分开 这样在制作的时候能够更好的入味 切好的洋葱块先装入盘中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个洗净的青椒先去掉根底 再把里面的紫和茎去除干净 先把它切成均匀的长条再改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块 如果不吃辣椒这里也可以换成别的食材 再准备一个红广椒去除里面的紫和茎 把红广椒也切成大小均匀的辣椒块 把切好的青红辣椒块和洋葱放一起备用 再准备几粒的大蒜直接切成蒜片 准备适量的生姜能够增鲜去腥 把生姜切成小姜片和大蒜片一起装入盘中备用 准备适量的大葱直接把它切成小段 切好后和大蒜、生姜放一起备用 接下来把锅烧热后再加入适量的油略微润锅 油热后把肥肉的部分先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在炒制的过程中尽量煸出肥肉中的油脂 这样可以让它吃起来更加的鲜香 把它炒制到表皮收缩略微有金黄的状态 这个时候再把腌制好的肉片倒入锅中快速的滑炒 炒制肉片的时候时间不用太长 把它炒制到表皮微微变白的状态 这个时候把洋葱和青椒块全部倒入锅中一同煸炒 炒制的时候加入切好的配料 把洋葱和青椒在锅中快速的翻炒均匀 炒制到洋葱略微有一些透明的状态 然后在里面加入少许的盐 加入一勺的鸡精 加入适量的生抽 再加入少许的蚝油提鲜 再加入少许的料酒去腥 然后用大火快速的把食材翻炒均匀炒至入味 洋葱在炒制的过程中不用炒的特别软烂 微微带一点脆爽的口感 这样吃起来不腻 把它充分的炒至入味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这样一道鲜香营养又下饭的洋葱炒肉 我们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在家试试这种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